哈喽大家好,这是我的狗狗陈一轩 这是我妹妹,陈恩如 我已经参与了信物小组七次 有六次是同工,有一次是扶掌 在我们教会还没有开始启动信物小组之前 我和我另外一朋友会去画一些小卡片 然后去送给我们的朋友 就希望他们可以被我们的举动感动 然后也一起来参与我们的use service 不过我们发现送卡片的这个方法 好像不是很新的通 自从我们教会启动了信物小组后 我和这个朋友就发现 信物小组是一个比较容易去邀请Best 来到教会的一个方法 我就会跟我们的Best讲 我们教会有个活动是可以认识朋友啊 一起玩游戏啊 也是有一些小礼物可以准备给他们 我们发现我们的Best很像会被这些 被我们的信物小组所吸引 其实我很害怕就是在邀请Best的这个过程是被拒绝 或者是我朋友嫌弃我烦 因为我会不断的去邀请他们 不过虽然是冒着被朋友拒绝的这个风险 还要去邀请他们 是因为我希望他们就是可以来到教会 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感受到教会的爱 然后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爱 我有些朋友是家庭背景 可能是家庭破碎的关系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是希望这些朋友就是来到教会过后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爱 也可以被上帝的爱充满 我参加过七次的信服小组 然后有做过两三次的服装 其实都是做同工 然后在我做信服小组的诊断期间当中 我也有一段时间是感到非常的迷茫的时候了 因为那时候的生活啦 就是有学业上的压力 服饰上的压力 然后我的生活的时间是非常的紧凑的 所以导致到我那个时候 在做信服小组的时候是感到迷茫 甚至有时候是想放弃的 在我每次有感到很迷茫的时候 我就是在我同工的身上看到了很大很大的鼓励啦 尤其是有些的同工是比我小很多的 有才是三十四岁 他们可能是第一次的参加信服小组 但是他们在整个信服小组当中 他们其实是非常认真的去准备所有的东西 他们在自己服饰岗位 他们会特地花那个时间去预备好 他们要带的游戏 他们要带的敬拜等等 就是在他们的身上 我看到很大的鼓励啦 就是激励到我 然后在每次信服小组过后 他们也是会希望下一个星期的这个信服小组 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除了在同工的身上有鼓励到我以外 在参加幸福门讯的时候 阿胜苏金所分享的也是非常激励到我啦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除了在做信服小组的时候 可能还需要兼顾其他很多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机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让我们真的是亲自的经历到神的这个恩典 也是来去看见我自己的这个的成长啦 然后在做信服小组的同时 也是有很多其他辅长 还有同工的这个的见证分享 来到去鼓励到我 让我去坚持不要放弃做下去 在做信服小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 有次我们查会出席的Best的人数 是多过我们的同工 那时候我是很感动也很惊讶啦 因为我也是没有想到神是安排了这么多Best 来到去参与我们的信服小组 很感动就是因为神有吹听我的祷告 因为每次在邀请Best的时候 我都很害怕来临的那个星期 会不会有Best参与在我们当中 不过很感谢神 神吹听我的祷告 把Best安排到我们当中 在这件事也是让我看到 只要我们每个人愿意去做的时候 神一定会去供应我们所需要的 祂也是会与我们一起同工 一起去与我们配合 在做信服小组 其中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看见同工的成长啦 就是曾经有听过 其中因为同工在上一期的信服小组当中 答应了参加那一次的信服小组 但是在整个信服小组当中 他没有出现过 然后在下一次参加信服小组的时候 他同样的去答应了 来到做这个的同工 然后我是很惊讶的啦 然后也是鼓励他一起来参加这一次的信服小组 然后很感谢神的就是在那8周的信服小组当中 他带领我玩了非常多不一样的游戏 然后在整个信服小组当中 我也看见他的成长啦 就是从第一次带游戏到后面是非常的会炒气氛 然后带领Best很投入的玩那个游戏 就是在做信服小组的这段期间看见同工人的成长 是我非常感动而且也非常开心的 记得有一次的信服小组 只有一位主员是非常想要做这次的信服小组的 就经过了大家的努力过后 我们还是成功跑了那次的信服小组 也是在这一位的主员的身上鼓励到我 无论在遇到多大的挑战多大的困难都好 信服小组这个文化还是要不停的做下去 我很感恩每个服务长的同工都这么用心的准备 每一期有信服小组也是很感恩我们的家人 就是有鼓励我支持我 甚至是为我祷告还有帮忙再送我们的Best 我也很开心就是因为我妈咪就是知道我们有信服小组 他会提前煮好晚餐给我们 所以我们不会饿肚子去做我们的信服小组 感谢在信服小组有这个机会 让我跟我们的小组组长还有组员之间 有更认识彼此还有去建立那个默契 像带领敬拜的时候 只要在我们有一个人去看这条包 我们就明白那个最靠近Switch的那个人 是时候去关灯让我们一起去敬拜 在这里我想要鼓励大家困难再大都不够神的公益大 我相信神一定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去完成 圣福音的使命 祝福大家在做信服小组的时候 可以经历更大的突破和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